我们来看第一场 PIG对阵GIM的第一局上半场 林阳这边掏出了雕刻家 真的可以啊 这个阵容打雕刻家 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看了位置嘛 上来有可能就直接去追 小房这边的心理学家 他抓心理学家是三刀的存在感 在一波救人环节 他就可以把自己刷到二节 带的是个传送 封窗 那就是封你小房 对吧 一波封窗封你小房 这边心理学家上来一波蹲 蹲确实可行 但面对这样的老图皇 蹲得住吗 蹲好了 蹲到了 这一波蹲 有点溜 这一波蹲 好像蹲出事情来了 前期开局 传送CD好了 这边的话连人影都没有看见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学 那没办法 直接传送了 传送落地 这边找到的杂技 追这个杂技呢 那又难追 存在感 又给的少 这个开局 对于穷者来讲 是一个不错的开局 但是他这边因为追的是杂技啊 呦 漂亮 但他因为追的是杂技 其实穷者这边 他们的入恋体系 就没那么好打 如果说这一把 这个时间点击倒的是谁呢 击倒的是这个入恋师 我觉得这个局 还有四人开门战的可能性呢 还有四人开门战的可能性呢 因为这个入恋师的第二波灵鹫 或者说他如果说第一轮就拉开 第一轮就交灵鹫 都可以啊 嗯 现在的话 对于穷者来讲 要真胜其实比较难了 因为这个灵鹫 可能给不到这个杂技 给不到这个杂技呢 这个杂技 这一波如果穷者要救 大概率给两刀的存在感 是要有的吧 拥兵一刀 杂技一刀 好 那么对于穷者来讲 如果你下一波再来救 有可能雕刻家 直接刷到二阶 打你一个救不下来 灵鹫给上了 哎 这波灵鹫给上了 这波灵鹫给上倒是非常不错 这波灵鹫给上的话 穷者这边 一个灵鹫是回大船的 因为入恋师是在大船上的 直接灵鹫给都可以 我觉得 因为为什么呢 你如果说不是直接给灵鹫的 这边等一会儿挂 挂上 他八秒以后传送CD好了 从上底下来看 直接灵鹫给可能会更好一点 因为你大船上面的密码机是没有修掉的 这边直接传大船 反而让杂技这波的灵鹫效果没那么好 当然这个灵鹫呢 在窗口啊 杂技这边是可以利用这个窗再来做一波牵制 也行吧 差了不多 嗯 一个嘛 就是杂技会有大概 五到八秒的一个中间期去拉一波距离 让这个雕刻家可能没有那么舒服的快速击倒这个杂技啊 当然这个因为我们上帝是想嘛 我们看到这个雕刻家的传送CD才会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的 在穷者这边是盲视角 现在的话 雕刻家到二阶 拥兵半血 心理学家这边刚才移情是没有给上这个拥兵的 现在的话找到入恋时 入恋时满血带飞轮 你说这个局 雕刻家能不能赢呢 我觉得赢面有 因为在开门战的时候 他大概率还有一个传送 但是现在穷者这边状态其实也还好 只要不要出现那种毁天灭地的雕像瞬间秒人呢 我觉得还能打一打啊 因为毕竟这个傭兵待会是可以吃移情饱满血 然后再来救一波人的 一刀打中 飞轮交晚了 专心破异 新的机子怎么起 这里的话一轮雕像能不能秒 因为这边的话卡住交互点 一个崇高雕像 漂亮 不得不说 凌羊的这个雕刻家数练度真的很高 非常非常的高 他在抓杂技的第一波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杂技压根没有牵制的空间 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其实挂与不挂 我觉得一样的 这个地下室甚至在我看来都 挂这个地下室不太好 挂这个地下室 他对外面的一个密码机的掌控就比较弱了 其实这波地下室呢 是限制住了凌羊 他就没有办法去交这个传送 他如果说挂在外面的话 这边看到外面密码机抖动 他可以干嘛呢 他可以底牌切传送 去找外面的这个修机位的 拥兵对吧 就半选的拥兵 我传送落地 把你拥兵秒了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的 那就是人机同手 但是因为他挂了地下室 他不舍得放弃这个地下室 反而这个地下室成为了他的一个束缚 你就只能守这个地下室 让穷者把外面的密码机修完 他如果挂外面 其实在我刚刚看来会更好一点 就是你有更灵活的一个选择 进可攻退可守的 这边71的机子 机子倒是还是不够 机子倒是还不够 这边的话 入练师能拖吗 直接给了灵鹫 哎呦 这波灵鹫给出来的话 那这个局 三人开门战锁定了 三人开门战 真的这个地下室 反而把自己给关了 有点难受的 密码机压好了 硬生生把密码机压好 亮 拉开 嗯 这入练师还有个灵鹫 你还抓不了这入练师啊 你击倒了这入练师 入练师在第二室 你还去第二室找他 他在第二室最深处 这边入练师手里 还有一个飞轮 那直接灵鹫 哦不交 对 你挂我吗 你挂吧 随便你挂 门已经点开了 挂了地下室宝瓶 只能是挂了地下室宝瓶 蛮可惜的啊 因为当时我们上帝角来看的话呢 他把人挂上 其实外面那台新机子 才起了百分之十几二十 如果说他可以选择 把这个人守着 守过半 或者说直接传送都可以 就把那个休米马鸡的 那个人给秒了 这个局 迎面会更大 迎面会更大